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机票审卡排行榜 来咯 刷卡买机票 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哦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 就是买机票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啊 针对疫情之后就要开始买机票 出国玩嘛 但是你们都是怎么选机票的啊 该不会就是手上有哪张卡片 有高回馈的就直接拿出来用 真的是这样子吗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的话呢 我会把我 除了我的主力卡以外 还有一些比较顶级的信用卡 拿出来一起放着比较 那我不会只是看这个卡片的回馈高 或者是说 银行他忽然间有一个短期的触刷活动 比如说 日本消费刷这张卡片 然后他可能给你额外的加码几帕 你就用了 因为这张卡片呢 他可能原始的回馈并不好 然后他所附加的一些权益也不够好 所以我可能不会那么快就中了银行的陷阱 对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去想一下 所以我这次呢 针对这个买机票这个议题呢 我做了四个诀窍 来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心法呢 是刷卡高贵的卡组 第二个心法呢 是高附加权益的卡组 第三个心法呢 是航空公司的联名卡组 第四个心法是里程换票的卡组 为什么要分这四个呢 因为你很难有一张卡片是可以所有的权益都全包的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你必须要根据你的这个目的性来做挑选信用卡 那以第一个心法来讲 就是大部分的人呢 在刷卡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有高额的现金回馈 这个当然无可厚费 不过你知道吗 大部分的银行呢 针对这种航空公司刷卡给予高回馈的卡片呢 并不多 不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两年疫情 所以很多银行都直接把旅游这一块的权益给拿掉了 唯一比较特别的是永丰银行 它针对这个航空公司的刷卡消费 其实还是有两张卡片保有高回馈的 第一张是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计卡 国内的话呢 有7% 海外的有8% 不过它的上限也蛮低的 就是大概一个月刷个6000块就到定了 但这活动是2022年的7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的部分其实你还要看最新的权益公告 因为它没公告我也没有办法整理给你啦 那另外一张卡片是55688联名卡 它有针对航空公司的机票费用 它直接给你5%回馈 它算是2%T points点数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3%的T points加码 每个月只能够拿300 所以回推大概就是一个月 如果你刷1万块的机票 可以拿到500的T points点数 这个算是有这个固定加码的 那还有一张呢 是联邦银行的幸福M卡 它有针对航空公司这个项目呢 给予6%的回馈 但是它一个月只能够让你拿500 所以你回推大概是刷个8333元就到顶了 你如果是拿这些卡片来刷 比如说连航 那我觉得6到8千块差不多 但如果你要刷的是传统航空公司机票 你也知道像星宇航空 它可能去日本来回就1万7 1万8了 这马上就爆表了 就是超过回馈上限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觉得使用这些银行的卡片 可能就不是你的首选 因为你的回馈率其实没有办法拿那么多 你可能会下降 对不对 你刷个2万块 但是你只拿400现金回馈 你算一算根本没有到5% 对不对 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从新法二的高附加权益卡组来做挑选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多银行他们有提供这个高额的 比如说旅行平安保险 然后还有机场接送的次数 跟机场贵宾室的次数 这个都是你只要刷全额机票 或者是8成以上的团费 其实你就可以使用的 那你也知道吗 进去一趟机场贵宾室 他就是700块到800块钱 这样是比你刷卡 拿到的刷卡回馈还要高 对不对 那还有就是 比如说5000万或是6000万的 这些铝平衔 你如果是要自己额外去买的话 你是不是也要花个1000块钱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做个取舍 就是如果银行送我的这些 基本的权益 其实它的现金价值已经超过 你刷卡能够拿到的现金回馈 那你反而就可以使用这些顶级的卡片来刷 来取得这样子的保障 但是这个保障对你来说是好还是坏 或者是全不全面性 你得要一一的去检视它的条文 因为每一家银行 它所合作的保险公司 或者是产险公司 它所提供的旅行平安保险的保障 或者是全程意外险的保障 其实都略有不同 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一一的去 看三十几家银行的条款 然后跟你讲哪个最好 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做功课的地方 那有哪些卡片是还不错的呢 我第一个一定要首推的就是 国泰世华的世界卡 跟国泰世华的Cube无线卡 那你会想说 Cube根本就没有无线卡 哪来的 当然就是你用Costco无线卡去换发来的 你只要选择不换发 你一定会收到一张 所以这张你是没有办法线上申请的 你一定要先申请Costco的无线卡 那等它换发给你 未来国泰世华会不会开放 大家要去申请Cube无线卡 这个不知道 但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先办Costco无线卡 就可以取得了 那这两张顶级卡 它最大的权益优惠是什么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顶级卡的最大特色就是 刷卡会不会很烂 我们之前介绍过 国泰世华世界卡 它只有国内0.6的小数点 跟海外0.9的小数点 真的非常的烂 所以我绝对不会拿这张卡片 无脑刷 反而是去吃饭的时候 拿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优惠 我才会刷 那这张卡片的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你的旅行偏安保险 正卡人刷的话有6000万 那如果你帮你的老婆 你的配偶刷有4000万 帮你的小孩子刷有2000万 就是如果全家人都坠机的话 那你可以拿多少 可以拿1200万 对这只是举例 当然不要发生坠机事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不幸发生意外 这些保障可以让你们 一整家族的人 或是后代的人 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我觉得这个保障是很好的 也是目前所有银行的 顶级信用卡中 福利最好的 就是它的权益 6000万是最高的 其他银行都多少 大概都是5000万而已 中信的顶级卡 或者是永丰的世界卡 它们都是只有5000万而已 所以大概就差个1000万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全程意外险 旅评险跟意外险的差异 所谓的全程 或有没有全程的差异 就是说你出国的那一瞬间 上车之后 到你回国落地 这一段时间就叫做全程意外险 都通通有额外的保障 最高1000万 但有一些没有办法提供 所以它就是只有 所谓的旅行平安保险 就是你只有上飞机 你在航空器上面的 这一段时间 有给你做保障 但你在海外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它是不会理你的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全程意外险 是不是有涵瓜 你整个5天到7天的旅程 是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如果你不是刷 这些银行顶级卡 它没有提供给你 也请你自己 线上加保一下 这对于你自己的财务 或者你整个家族来讲 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风险转嫁 那顶级卡 除了刚刚讲的 国泰式瓦世界卡 跟Cube卡之外 还有台北富邦的 尊玉世界卡也很好 它也是有5000万的 旅行平安保险 那像美国运通千账白金卡 它只有3000万 这比起来就烂多了 是国泰式瓦世界卡的一半 我就觉得说 那个年费386800 收那么多 那你全意到底跑哪去 跑到就是餐厅吃饭 还有就是国外那种顶级饭店 就是住两碗 多送你一碗这一种 大概全意就用到这里去了 所以它的这个平安闲的保障 可能就还好 那还有一张呢 是HSBC的旅人无线卡 它的保障很烂 只有2000万 它连国泰式瓦 Cube卡的一般等级 就是预袭卡跟泰星卡 都有3500了 它才只有2000万 很少 那它都把这些全意 用到哪里去了 就是用在国内18元一里 跟海外10元一里 还有就是送你几趟机党接送 跟机党归宾室这样子 差是差在这里啦 那如果你要的是 免费机党接送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申办的是 台北富邦主义四借卡 它送你六趟 它的启动条件 其实没有非常的困难 就是刷全额机票 然后好像90天内 就是就可以提出申请 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样子 那还有一张 是美国运通的千丈白金卡 它一年也送你四趟 这个也是不错的 HSBC旅人卡也送你四趟 然后它的申办门槛 我觉得非常的奇葩 就是你只要年收25万 你就办得下来 它根本一点都不无限 所以你只要有正当收入 一个月有3万以上的 其实你就办得下来 那这张卡片办下来之后 你也可以享有四趟的机党接送 或是八次的 机场贵宾室的入场资格 其实都很亲民 不过它年费就是8000块 所以你上一上 如果你机场贵宾室 一趟700块钱 你都有进去的话 87是多少 5600 对你就用完了 那如果机场接送一趟 算1500好了 你四趟都用完是多少 6000块钱 所以它的权益 如果是用好用满的情况之下 你的年费是可以拿得回来的 但如果你不常出国的话 我就不介意你了 你就不要用 因为大部分的顶级卡 其实一般人 是很难申请的下来的 年收200万 或者是你要放300万资产 在银行里面 才能够接货底专的邀请 其实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但是他们的福利 的确是数一数二的好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如果高额现金回馈的卡片 你也不喜欢 然后这些顶级卡你也没有 那你还可以用什么卡片 第三个新法就是 航空公司的联名卡的卡组 其实台湾这几年 因为撇除疫情之外 有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 愿意跟银行发行联名卡 就是他们有发现这些所谓的 中心耿耿的族群 他们本来就很喜欢 搭乘某一个航空的 他们更有可能去办 他们的联名卡 那也更可能跟银行往来 所以银行才有办法 从这些族群里面去 牢取更多的利益 就是拿了这些名单之后 就塞他们基金 塞他们股票 然后叫他们买 他就可以赚手续费 所以银行是这样赚钱的 那比如说 中信有推华航联名卡 然后也有推ANA联名卡 然后国泰市华有推 长荣航空联名卡 跟亚洲万里头联名卡 台信有推国泰航空 玉山有推星宇航空联名卡 然后乐天有推乐湖卡 所以其实 这些航空公司的联名卡 都是针对某些特定的族群 来去做邀请的 如果你不是喜欢长荣的人 你绝对不会去办他的联名卡 这想你知道吗 那这些航空公司的联名卡 他们都标榜 购票有折扣 但是问题来了 你真的看得到 吃得到吗 我觉得很多时候 都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记得两三年前 好像有一件事情 闹上新闻 就是有卡友 在网络上面靠背 就是那个 国泰市华的 长荣航空联名卡 他说线上购票 有这个最优久者 结果他从那个 最优久者的官网进去看 那个什么航点都没有 都很烂 然后他根本就买不到 他就很生气 那航空公司跟国泰市华 当然就出来解释 说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有限定 某些特定的时段 还有他的那个航线 如果民众就是不符合的话 当然就拿不到回馈 因为就是那个新闻上面 是讲说 我用了信用卡的折扣之后 结果反而比我在外面买 还要贵 这根本就是太瞎了 所以我相信 这中间一定有很多的陷阱在里面 所以我也特别建议大家 就是你看到银行在打这种行销手法 说你用这张联名卡 你在买什么什么的航空的行程 有折扣的时候 你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他送你的东西 不见得是你要的 你要的行程 你要的时间 很有可能是 他们本来就很热门 所以他早就卖完了 他干嘛要折扣给你 他给你的就是他卖不掉 他滞销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想清楚 就是这些航空公司 送你的东西 不见得都是好的 他这边标榜的什么机票八五折 其实有的时候你去看 他的航线跟时间真的超烂 尤其是最明显是 乐天银行的乐壶卡 很多网友在网目上面 就是去分析 他的专属网页所送的 这些指定航线 到底有多烂 对 他的那些航线 不是时间非常非常烂 烂到你根本就不想要买了 那种凌晨出发 或者是六点出发 你知道你要几点到机场 那要往前推三个小时 你三点要出门 或者你三点就要去check in 然后你也知道航空公司就是这样 尤其是连航 时间到就直接关柜 他不管你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说 我何必办了一张卡片找罪受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 除非你真的是对这些航空公司 非常非常的有爱 不然的话这些联名卡 你可能要三四的后行 但是我必须讲 我不是说这些都不好 我办过什么 中信华红联名卡 国泰宿瓦长榮航空联名卡 台新国泰航空联名卡跟中信NNA 我通通都办了 现在就差星宇没办 然后乐狐卡真的很烂 我就真的没有办 我们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 我也不推荐 那这些航空公司联名卡 其实你应该要注意的是 它的首年优惠非常的好 比如说它产品刚推出来的时候 它希望扩大 让更多人去使用 有这个办卡的收益出来 它一开始的新护理 新卡理都会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有搭到第一波的顺风车 你拿到的回馈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后来过了第二年 第三年第四年 它的这些新卡理 续卡理 可能就没有第一波那么好 所以如果新宇航空 确定要推联名卡的话 我拜托你一定要办 因为它绝对是第一波最好的 那接下来就会慢慢的锁水 绝对是这个样子 这绝对是不例外的 那讲完前面三个新法之后 第四个新法应该也是 我们这种里程爱好者 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你如果是里程换票的话 你到底要用什么卡刷 我们在上一集 之前有讲到这个 华航的兑换票的第三集 我们应该有讲到嘛 就是我已经用这个里程换票 换了华航的四段票 商务舱 亚洲商务舱就是四段票 那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八段票了 那八段票 其实如果你有在观察最近的这个 各大航空公司的机场税跟兵险的部分 你会发觉国航像长荣跟华航 他们每一段票 他顶多跟你收两千到三千的 机场税跟燃油费而已 所以我八段票做多少 就大概两万多 所以两万多的话 我直接刷一张卡片 如果银行没有去检核里面的内容 其实他看不出来 这个到底是机票 还是机场税跟兵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刷HSBC的旅人卡 那么客服就跟我讲说 你这个是中华航空的官网消费 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只刷机场税跟兵险 所以你交给我们的这个合作厂商 就是肯一国际来做机场接送的轿车服务的时候 他只要看到是华航的消费 其实基本上就给你过了 他们不会特别的去把这个资料调出来 来看说你这个到底是刷了什么 然后要你证明说两万四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两万四买了八张机票 我要跟你讲 八三二十四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买日本航空 比如说日航或者是ANA 你的机场税跟兵险会非常的贵 大概就是八千到九千 所以你用里程换票 然后你还要付接近一万块钱 你就会觉得说 我真的是有在换票吗 所以现在的话 我非常不建议你换日籍航空的里程票出去玩 因为现在的燃油会非常的昂贵 我反而建议你就是使用 比如说星空联盟的兑换机制 你把ANA的里程拿来兑换长容的票 那你这样的燃油费我比较便宜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现在主力在滑航的原因 因为都没有人换 所以我怎么换都有票 这样咬我吗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不要永远只看着就是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不要取 你偶尔就是分散一下你的这个热络的程度 那么多人都去换长容 你一定换不到 你可能就可以考虑换其他的航司 那你可能就换得到票了 我就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里程换票的话呢 请你使用HSBC的旅人卡来刷 那这样子你可能 还是可以用到他的机场接送 至少机场接送四趟 我一定用得掉 明年二月会用两趟 明年四月会用两趟 所以我会在明年的六月三十二之前 把这一整年的权益用完 那下半年的权益的话呢 就再刷下一个年度的机票 就还可以再用了 所以对我来讲 一定是可以用好用满的 那既然我换了商务舱 我当然就是去华航直营的商务舱 的这个贵宾室去吃饭 我怎么还会再去使用 那什么环雅或屁屁 对不对 那感觉比较烂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换票的经验分享 那我们来结论一下 就是其实疫情后的机票 跟旅行的信用卡组 跟疫情期间的国内刷卡的卡组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除非你跟我一样 就是你很懒 然后你只想要一张卡片 从头到尾 就是都不改变了 那你就用旅人卡 很简单 因为你不论刷什么东西 除了那些缴税缴费 基本上没有回馈之外 你大部分刷什么都是有回馈的 这是最无脑的 那反而你用现金回馈的话 因为各家银行的现金回馈卡 都是有上限的 所以你可能刷个一万块 你可能就要想说 哎呀 这个通路是不是已经刷满了 那你就要再换一张卡 反而现金回馈卡 是让你最骚脑的卡组 因为你要一直不断的换 你一直不断的换 唯一的例外就是 我在缴税费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使用这些特别的卡片 因为这些税费 你就算是用旅人卡 你也是没有回馈的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今天这集节目呢 能够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更全面性的了解 当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 应该要使用什么信用卡 你的考量点 会不会是卡片的高回馈 或者是他背后的产品权益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需求 比如说你是里程换票的 所以你这次刷的绝对不是全额机票嘛 那大部分的信用卡公司 都不会去认可你这一次的消费 你反而要支付全额的 比如说鸡糖节送的费用 那你就不适合使用那些卡片 好这就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一点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一时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